据多家俄媒报道 一名俄海军驱逐舰前指挥官近日与他人合谋 盗走了自己曾服役军舰南望号上的两个螺旋桨 据悉被盗走的同志螺旋桨共重26吨 价值3900万卢布 约合343万人民币 俄罗斯海军军事调查部门负责人谢尔盖沙沙维科表示 对这起盗窃案的调查已经接近尾声 盗窃者正是目前已经退役的现在急区逐舰南望号的一名前指挥官 他的同伙可能涉及一些海军雇员和平民 然而该负责人没有透露涉案指挥官及其同伙的具体身份和他们即将面临的惩罚 盗窃案发生在加里宁格勒的扬塔尔造船厂 那里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总部所在地 盗窃者为了掩盖踪迹 用一对廉价金属制成的劣质螺旋桨后量换住 调查人员尚未透露盗窃何时发生 但在2016年至2018年间 该区逐舰停靠在扬塔尔造船厂的干船物内 被改装成一座浮动军舰博物馆 这一改装过程包括拆除两个螺旋桨与驱动轴封住舰体内部 使其能够长期保持漂浮状态 而盗窃案可能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南望号区逐舰于1990年首次下水 苏联解体两天后即1991年12月28日开始服役 该行舰的标准排水量为6600吨 满载排水量接近8500吨 2018年南望号正式退役 目前正展出在圣彼得堡郊外 卡朗施塔德军港的爱国者公园 根据美国动力新闻网报道 除了正被调查的人员外 其他俄罗斯海军成员合造船厂官员可能也参与了盗窃 目前尚不清楚被盗窃的两个同志螺旋架是否被追回 就在不久前 俄罗斯军队还发生了一起末日飞机零部件被盗案件 2020年12月8日 据多家俄媚报道 俄罗斯空间军的一架1280特种指挥机内的设备失窃 机上的39件无线电设备被盗 据了解 失窃案发生在俄罗斯西南部城市卡甘罗格的一家机场 遭窃的1280此前正在此接受维修 值得注意的是 1280是俄军核战争中的空中指挥所 能够保障俄军士部队在核战争中的有效指挥 因此有末日飞机的称号 2020年12月10日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警方消息称 调查人员在检查机身时发现 这架1280货舱舱口有遭受破坏的痕迹 警方已经对12个涉案人士进行了初步询问 其中包括航空机械师工程师以及安保人员等 但至今仍未找到失窃设备 俄罗斯军队为何贫见离奇盗窃案 俄军方目前没有正式回应 2008年自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局部冲突后 俄方开启了新一轮的军事改革 2020年11月经济学人报道指出 自2005年至2018年间 俄罗斯军费预算增加了一倍 每年实际开支大约在1500亿至1800亿美元之间 约合人民币9720亿至1.1万亿元 接近俄国民生产总值的4% 然而俄罗斯士兵的工资却低于俄国民平均收入水平 近期俄前政府官员穆拉霍夫斯基 在接受经济学人的采访中说 在俄罗斯 一个20多岁经验丰富的坦克指挥官 月收入不超过43000卢布 约3800人民币 而2020年 俄罗斯最低人均月收入为47000卢布 约4200人民币 此外 经济学人在该报道中还指出 俄罗斯军事和安全部门存在腐败 在2019年 有2800名俄军官被控犯有腐败罪 涉案金额总计约66亿卢布 约合人民币5.8亿元 金额总计约66亿